衛福部最近传出了多起霸凌遺云 日前机关署整备组的组长 才被爆出对同仁座人身攻击 现在立委陈昭兹又接获了爆料 衛福部主密集社保司司长 跟现任的健保署副组长 都疑似涉嫌霸凌 当中一个人还靠着后台快速的升迁 去把公文都丢给了秘书来批阅 借此健保署署长石头娘回应说 已经请衛福部协助调查 而次长周志浩则表示 在一周之内被公布调查结果 要求下属24小时安扣 以及跟类似这个霸凌下属的行为 请您自己说明 直接点名 卫福部社保司司长刘玉珍 是否就是网路上民众提报的无良长官 但本人当面否认 请过同仁要加班 或是假日要来上班 没有一次都没有过 刘玉珍对爆料内容一一否认 不过立委陈昭兹 后续又收到卫福部基层同仁投诉说 刘玉珍涉嫌霸凌 造成该司转调或退休的人数超过10人 还会出手卡下属转调机会 而陈昭兹 咨询时拿出的爆料贴文 后来被发现另有其人 内容讲述 这名司长在外标榜年轻优秀 实则为无良长官 长讲分层负责 但业务交给下属 自己早早下班 还要求同仁24小时on call 搞得大家精神崩溃 有网友留言揭露 这人就是前新建司司司长 现任的健保署副署长 更有新建司的离职员工 进一步控诉 因为这位长官后台印 在短短两年内快速升迁 平常公文请秘书批 上班多半在滑手机聊八卦 还曾批评署长石崇良脑袋打结 经常常入骂部署 造成多人离职 昨天有跟他谈了一下 他是九月份才到健保的 并没有这样的行为 现在是已经由部里面进行了解 预计是一个礼拜 我们系统性的了解了之后 再报告再给大家一个清楚的恢复 先是机关署整位组组长 被传人身攻击 现在卫福部多名司长 也被控是土皇帝 疑似涉嫌霸凌的案件 火苗四起 这陈林盖儿帝特别的 这陈林盖儿